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大后的显性海立志成为音乐家 虽然家境贫苦 但也不放弃学习音乐的念头 他排除万难 原赴巴黎办公读 他的热忱和坚持 最终让他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 高级做曲班 学成回国后的显性海 立即投入到旧王歌曲的创作中 在他短暂的四十年里 留下大量音乐作品 显示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度思考 对人民团结奋战的极力呼唤 特别是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著 大大激发和鼓舞了 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和斗志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市民 十分珍惜与显性海的姻缘祭会 显性海纪念馆 于2019年启用 馆内包括展厅 探索空间 多功能厅 庭院等 并展出其书信 日记 音乐手稿 证件与相片等珍贵藏品 2020年获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以指名录 显性海一生刻苦学习 追求理想 通过展示显性海的生平事迹 与艺术成就 为澳门青少年树立学习榜样 传承爱国爱澳的精神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